面对人工智能普及与各类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少台湾新创公司也以自身实力 在国际市场聚焦投资者目光 周六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科技组 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旗下的台湾科技新创基地 在南加帕萨迪纳举办科技新创公司录演活动 我们希望是这些台湾新创团队到这边来 可以增加他们的connection 更是主流的创投跟加速器 现场超过30家台湾公司参与 展示独特的创新能力与价值 希望获得专业投资人的青睐拓展市场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去验证产品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它密集度高 那它要验证市场的那个时间其实会是比较短的 我觉得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应该必须要再就是团结一点 其实趋势都是很明白的 就是未来的移动 然后以及AI这一块 因为其实新创公司在往国际发展上面 第一个他们必须要做到的是认识跟探索市场 可以建立一些投资人的人脉 第二个可以建立一些在地的台湾同乡的 可能专业或者专业产业或者是网路上面的链接 台湾科技新创领域多元包括音乐 医疗和运输等 曾经七次创业成功的余宁宁 也乐见台湾新创与日俱增的优势 新创公司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资本 要找到博乐 他们真的非常注重 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们客人在哪里 他们KPS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团队有些进步 我觉得台湾的新创已经往前跨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 台湾其实新创优势在于技术的含量很高 只要他们知道市场的需求 其实他们很快就透过技术来解决各样的问题 台湾科技新创基地每年都会带着各领域的新创公司 潜进世界 期许开发更多商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顾约希 林永峰 加州帕萨迪娜采访报道